那坚决准备 哦 坪 是 请准备 那我讲一下那个空桥 就是福德平宅跟前面的那个那个中间有一个设计一个这个空桥 那我在想说福德平宅这边的人 为什么要透过空桥要去那边呢 是什么情况之下会透过空桥去那边呢 第二个就是说社福用地的那边的人怎么会透过空桥过来呢 什么理由 他有什么理由要过来呢 他下到他假如直接坐电梯就直接下到一层就过来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必要走那条路啊 相反的来讲在这边的人也没有必要走天桥过 除非那个天桥是空桥的 就是说在二十九层那边 盖一个什么像光光样的那个空桥 对不对 我都没有必要走那条路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空桥 这是我的观点 对不对 就是说不要涉及为妙 两件 谢谢 那下一位我们请柯秋毗 柯小姐 谢谢 下一位蔡理长是不是可以容许我们其他 谢谢 谢谢 其实我觉得那个平民住在那边 我觉得那个平民住在那边 不要保留一栋 因为你保留一栋 那万一有喝醉酒的酒鬼 或者流浪汗 或者一间宝啊 猫啊 老酒酒店里面 那你们这个去政府的科匹 你们要负责吗 我问你们 还有管图公园那边也不要拆 我觉得也不要再住宅 因为我觉得那一会计 只能公园再公园而已 我觉得那边不需要再住宅 还有那个派出者也不要拆 这样 就这样人家 有些老人家 要去管图公园那边运动 也比较方便 或者有些在一起公园 也比较方便 而且那个警察 又保护我们 大家是没有错 但是 有些人检告什么中机 要交给派出者呢 那你要叫他拿去哪边交啊 我问你们 好 谢谢 好 那以上五位 我们先请要做一个回应 刚才陈女士有关于地质 跟第二位罗先生 地质的质疑 这个刚才局长已经说明过 我就不重复 那第三 第四位 聂女士跟孙先生 这边针对空桥的部分 因为空桥这个部分系统 刚才局长也说明过 我们的规划计 其实对空桥系统 其实大家的意见 我们会在 会在斟酌 就是未来 要不要做空桥系统 来的一些品载 或是 要不要做空桥围绕的系统 我想这个设计的部分 我们会考量各位 对于卫生治安的疑虑 好吗 那最后有关于柯小姐的指教 说全部都拆掉 因为我想整个规划设计 我想都要全衡 我们会尽可能达到这一点 但是现在我们 发包出去的就是五栋 而且这一栋 未来这一栋 留下来的品载 要怎么使用 也会再跟各位 在座的各位 来讨论 怎么使用 至于管理的问题 一定会找到一个 能够让它正常营运 不会做成文字版 好吗 这以上的初步简要回应 那接下来 蔡理长如果可以同意的话 我们先跳过往后 好吗 好 有关人口密度的事情 容我们书面回应 但是我要先比较冒昧的说 您的数据有误 它不会是您说的台北人口的二十倍 不会 也不会是七七八七的十倍 我前面有个数字 通常我们做的人口 有流动跟固定 跟户籍人口 所以我们书面回应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开发案 不应该做 可是你人站在心意计划局 你人站在万华 你人站在西门町 然后你人站在广池 我诚实地说 我没有感觉这里的人口是二十倍 即使我看了这个模型 所以这是科学 要书没有回应 因为这个事情是 就像每天之后 我们要面对它 就像空桥 还是不要空桥 我认为它也不是一眼堂 那这里面有很多很长的辩证的过程 包括社福设置应该不应该有 那它应该多长应该多宽 应该什么密度 如我说的 我们路来长 它其中还有宽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曾传达曾先生 下一位孙光 是孙小姐 还是孙小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